今年是林薇柱回到台灣第二年 本季從周等的手上 接下中信兄弟的隊長職務 讓林薇柱不論練習 或者比賽當中 都更嚴格的自我要求 他也聊到中信兄弟 上半季的表現 認為大家態度很棒 但又不捨小細節 需要加強 可能在得點圈的部分 就沒有說掌握得很好 最後投手又叫了 兩三個外籍投手來 我也希望下半球季 能夠有好的開始 然後可以這樣子 一路順風的走下去 遼文團隊林薇柱也分享 最近修兵力的調整重點 並且繼續重演 如何看去年開到的膝蓋 以及腰傷說再見 下半球技保持健康 是帥哥隊長的最大目標 一開始還不錯 可是就是漸漸的有一些疲勞 然後痠痛會出來 季中又稍微腰有不舒服 所以就去醫院 然後讓膝蓋復健一下 林薇柱去年受到傷勢影響 僅僅出賽四十二場 交出一成九零的打擊率 短季重新出發表現不錯 目前三成零三打擊率 和五發的全雷打個人都相當滿意 不過他強調比起各項數據 球場上的態度更是重要 設定數據是沒有什麼設定 就是希望能夠幫助球隊贏球 譬如說助攻方面 看不到的隱形的跑壘方面 打球不一定每一天都打得好 對 還是要 我覺得態度是比較重要一點 場上盡力發揮 場外勉勵隊友 林薇柱也期待 中信修帝的下半季 能夠展現招牌韌性 一步步邁向最後賽的行列 我來電訊郭令陽 黃花君採訪報導